今次澳門賣樓可以說是借渣價錢的燒鵝味道 即是價錢便宜,但質素高 如果由唐區一萬四千多萬五元吸引的話 何文田要賣多少錢才吸引呢? 最近澳門偷偷地劈情出手 吸引了不少廣告新界的換樓客和投資者入標認購 今次以招標形式發售,即是賣多少錢呢? 會否出價太高買貴了呢? 又或者會否出價太低令到買不到? 究竟澳門賣多少錢才合理呢? 今集會和大家參觀澳門的燃樓 和看看周邊的熱搜單位 看完你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立即和你去看樓 Let's go! 何文田站一帶有何文田新區之稱 一共有六個樓盤 有三個在何文田站上蓋 分別是余一、天主和英軍的項目 另外三個近何文田廣場 分別是溫康門天、浩田和澳門 兩邊的生活是截然不同 很難直接比較 如果你是追求交通方便的話 就可以選擇在地鐵站上蓋的三個樓盤 之前介紹過由華貿發展的余一 900多呎的三房 設置職工價錢大約由2400萬至4000萬左右 呎價大約由25000至4萬 市府、座鄉和景觀而定 而同余一一佳資格的天主向來都是新荷文田區的王者 之前介紹余一的時候也提過 承交了一間實用面積1066呎的單位 成交價4041萬 呎價38000元 天主新鴻基發展一共520個單位 7棟高座、7棟洋房、7年樓齡 2016年入伙 細重面積由885呎至3173呎 因為是沒有細單位 入場也要幾千萬起步 所以住得天主也是非富則貴 今天我們看一個實用面積1221呎的四房雙套 設有私人獨立升降機 天主設計用色比較沉實穩重 電梯大堂設有鞋櫃 這裡還有位置可以放傘子或長身Boot 門口前面是一個小小的停車場 可以讓小朋友拍下小型跑車、單車、Scooter等 可以騰空房間的空間 廚房分為兩邊工作檯面 有雪櫃、紅酒櫃、美波爐、蒸爐、焗爐、燒烤爐 煤氣爐、抽油煙機、洗衣乾衣機 除了雪櫃是用博細之外 其他品牌也是用Garganel 這裡樓底3.5米高 可以放到一個很高身的衣櫃 旁邊放到一個書桌 還有一個小朋友床 空間非常寬闊 這間房向東 雖然窗藏 versión的小便 作為小朋友房也有空間 這一間面責1221呎 喊價3,798萬 尺價3萬1千元 極限 黃耀在新荷民田區 找到一個私人獨立 sehe кур筋 而何文田學校的分佈大部份都是位於何文田廣場附近 何文田廣場有街市、餐廳、食肆 周邊也有巴士、小巴可以搭去旺角尖沙咀港島等等 而澳門就是位於何文田廣場附近 在去年2022年一夥一共有6座提供401個單位 車位有284個 即是三房以上的單位車位比例是1比1 所以就算這裏不接近地鐵站 家長都可以駕車出入 小朋友都可以走路上學 而澳門的護形設計和天主一樣都是沒有小單位的 實用面積由848呎至1447呎 特色單位由1690呎至最大6660呎 澳門除了這個空中城堡比較特別之外 另外也有很多別出心材的設計 例如這個全港首國室內紅土網球場 在室內都可以感受到泥地王拿到揮拍的英姿 而澳門全部單位都是採用私人獨立升降機的設計 部份單位還設有觀星箱 這個也是澳門的其中一大賣點 這個單位實用面積1388呎 三房三套 分層單位樓高3.5米 項目採用的家電都是頂級品牌的 包括有Subzero、Wolf和Garganel 而每一個單位最少都有一個浴室 是名次設計 適合追求名次有窗的家庭客 澳門其實早於2019年尾已經預售流花 當時成功賣出19個單位 當時的成交價是大約2600至5000萬左右 赤價大約28000至35000 其後因為發展商潘蘇通陷入財困 令項目被接管人接管 現在以現樓招標的形式出售 市傳接管人金賣樓 豈不是豈不是比同區的二手更便宜 和你去看樓的頻道 除了會帶大家看一手新盤之外 也會帶大家看二手樓盤比較一下 亦都會落區實測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記得要給個讚、訂閱和分享出去給朋友看 如果你都想來參觀澳門二樓的話 都可以在資訊欄裡點擊WhatsApp連結聯絡我 現在帶大家看同區的二手舊樓 之後我們再回頭說澳門今次怎樣賣樓 如果你不需要住得那麼好 寧願住大一點舊樓都不介意的話 我們便可以遠處澳門這條街 一直直到前面看一個常康園 常康園1972年落成51年樓齡 是賀文田的老牌豪宅 全部都是大單位沒有小單位 實用面積由1371呎至3154呎 在2021年的時候 Beyond的皇家成功以2720萬沽出一個高層的單位 這間是實用面積1496呎的四房商討 客飯廳層L型所以空間都很大 這裡可以放一張大的貴妃椅 旁邊放一張按摩椅 對面放電視和一個大的電視櫃 中間還有很多位置可以放一張茶几 這間客廳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旁邊已經附設了衣櫃位 飯廳可以放12人的大圓桌 招呼親朋戚友都沒問題 但如果不想讓旁邊看到你今天吃什麼菜 或者不想看到旁邊 記得要拉窗簾 我們去廚房看看 廚房分為兩個部份 這裡有流去水位 可以放洗衣機、乾衣機 或者將它改造成西柱 做一個紅酒櫃或者是咖啡機等等 裏面是中柱 中柱部份也很寬闊 雖然你看它好像很簡陋 但其實賣舊樓都預算了一筆錢 要來裝修 如果這間屋全屋爆發 蓋過地板、換過水電、喉管 買過新的家電都要過百萬 但裝修完之後都可以像新樓一樣漂亮 如果有裝修師傅 知道這間屋如果要裝修 大概多少錢都可以在留言區分享一下 廚房另一邊有扇門 通去後門和工人姐姐房 客廚房也很大 而且是名次有窗的設計 而這間客廚可以客套廁兩用 但這間玻璃設計 就能看到客人去廁所 不用怕 反正你都會重新裝修的 這間實用面積1496呎 要價2300萬 呎價大約15000多元 如果計算日後裝修費 呎價大約16000多元 裝修完之後都可以像新樓一樣漂亮 不過屋院配套的設施 感覺沒得變 舊樓大部份都是沒有回所設施 如果要跑步、健身、游泳或帶小朋友去玩 就可以去到周邊的一些公共設施 公眾泳池可以去天柱後面的何文田體育館 想買菜、吃飯就可以去附近的何文田廣場 我們看看何文田廣場旁邊的 何文田最大型的屋苑浩田 一共1429火 在2017年入伙六年紐零 戶型比較多元化 實用面積由361呎至1487呎 由於會所特別大 很多兒童的設施 所以深受家長歡迎 這間實用面積865呎的三房套加工人房 近年成交都是中低層銀主 比一間中高層房盤很罕有 而且還是銀主館 廚房都是原裝膠樓標準 有秋日煙機、煤氣路、電磁路、焗爐、蒸爐、雪櫃、洗衣乾衣機 全部都是Millard的品牌 廚房門後面有工人房 浩田因為只有六年紐零 所以原裝膠樓標準保養得不錯 城市人經常看著電子產品 看多綠色植物就可以舒緩眼睛的疲勞 這裏三間房都可以向山景 這間實用面積865呎 叫價2000萬呎 價23000元 不過在荷文田新區的半新樓 八百幾900呎都是開兩房職的 之前我們有一集介紹過天主 900呎的兩房套 私人獨立Lib Lobby的設計 在去年其實都成交了兩間 分別是2000萬和2580萬 尺價是22200元和28700元 今次澳門都有類似的壺形 實用面積878呎 兩房套再加一個工人套房 都是私人獨立Lib Lobby的設計 向東南望回溫康曼天的方向 最近有消息指澳門將設賣樓 屈指一算不就是比同區更便宜的浩田和溫康曼天 但如果以項目的設計用料和質素來說 應該比浩田更貴 那為何今次澳門會低價出售呢 那就要由2019年說起了 澳門是由高銀金融前主席潘蘇通私人持有 最早就在2019年尾時預售流花 當時的關鍵日期是2020年的11月30日 但是因為財困的關係令到項目交樓日期 延期再延期 一波都不止三節 四度延遲交樓 2021年9月的時候 就因為發展商未能夠證明 可以應付工程超支的費用 罕有地被運房局撤銷 它預售流花的許可 一度經存成爲爛尾樓 等了一年多都還未收到樓 等到買家也借了 最終有買家就選擇取消交易 其中一位就是藝人陳家樂 他就在2019年負責5045萬 買入一個實際免得1425呎的單位 呎價大約35000元 雖然有買家取消交易 但是仍然有買家堅持要等到收樓 因為他們知道賀文田區真是很難再有地 可以興建大型屋苑 項目直至去到2022年去年的9月 終於獲批滿意志了 足足延遲了22個月 真是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買家終於守得雲開 見月明可以入住了 另一邊商發展商 就打算在同年的11月 重新以現樓發售 誰知樓盤突然間被會計私事務所 羅兵涵永道接管 發展商被迫終止買樓 當時被接管的原因 就說因為發展商未能準時還款 所以就要被接管 發展商就說 情況根本就未嚴重到需要接管 認為佛式才是最佳的方法 於是就向高等法院遞交入品狀 官宣接管行動無效 去到今年2023年的3月 法庭就上述的官司判詞裏面 就提到 澳門原本由高銀金融前主席 潘蘇通旗下的金進有限公司 在去年從一間美國全球資產管理公司 帳樹資本旗下的基金 取得75億的項目融資 年息高達14厘 即是一年的利息高達10.5億 如果出現偉弱 還要加息去到22厘 本身打算賣樓套現 但怎料澳門在去年9月 就被運房局撤銷了預售樓花的許可 賣不到樓又如何還債呢 最後導致沒辦法如期在去年9月 支付第二筆利息和賣費用 於是基金就在去年11月委託接管人接管 最終法庭就判了接管人勝訴 澳門估值高達170億 成為香港近年規模最大最貴重的銀主盤 去到今年8月 接管人就部署重售 市傳接管人求量不求價低折出售 這個消息一出 就已經吸引了6600人次去參觀現樓 市傳已經收了100份標書 今次以招標形式出售 消息指是希望避免賤價賣樓 或者是太低於市場價去成交 不知道大家看完 今天介紹的幾間二手單位之後 你們認為澳門應該要賣多少錢呢 又或者看完之後 你們會選同區的二手 還是選澳門呢 正當市場議論紛紛的時候 誰知道突然間一盤冷水兜頭淋 最近有新聞指 有兩間大型銀行的態度審診 暫時不會為澳門提供案揭服務 那大喇喇幾千萬 難道要全批嗎 雖然買得起澳門的都是非富則貴 就算批得起也不一定要全批 官方之後就回覆了 現在其實都有多家銀行冤衣承案揭 也積極和相關的大型銀行商討 翻查翻土地查查紀錄 澳門有些單位 之前都曾經獲大型銀行承造案揭 澳門由2019年開賣到現在 四年間經歷了很多波市 究竟最終這次能不能成功賣樓 成交價又是多少錢呢 到時再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